第一个题问的是这个是个豌豆的豆甲 这是一颗果实 这个果实中呢有123456 有六颗种子 他问的是最早一开始有几个精细胞参与 同样的道理还可以问你有几个卵细胞 我们从尾巴往前推 现在我有六颗种子 每一颗种子都是有六个卵 跟六个中央细胞 分别跟六个精子 就十二个精子受 我写十二好了 精子 不是精子不好意思 精细胞 这可是开花植物 所以六个卵跟六个中央细胞 分别跟十二个去做受精 就获得这六颗种子 所以先往前推一格 种子的前身需要六个卵跟六个中央细胞 那既然六个卵要跟六个精细胞受精 六个中央细胞要跟六个精细胞受精 六加六总共要十二个精细胞 好往前推 那六个卵六个中央细胞 是不是代表来自于六个胚囊 也就是六个磁配细体 那十二个精细胞来自于六个花粉 因为每个花粉带着两个 每一个花粉 最后蒙发出花粉管 就可以产生每一个花粉有两个精细胞 所以六个花粉就可以产生十二个精细胞 六个胚囊还有六个卵跟六个中央细胞 那这六个胚囊呢 就是六个磁配子体 怎么来的 来自于六个大包子 分裂而来 那六个花粉来自于六个小包子 分裂而来 对不对 所以这题其实答案已经出来了 答案是十二个精细胞 题目只问到这边 所以答案是十二个精细胞 答案是C 但如果先往前推 这六个大包子 来自于六个大包子母细胞 为什么六个母细胞子变成六个大包子呢 因为有十二个细胞死掉了 所以应该就是减速分裂过程吗 减速分裂应该一格变四格 六个应该变六四二十四 应该变二十四个细胞 我就写错了 所以应该会有二十四个细胞 其中有十八个细胞死了 六个细胞变成大包子 可是现在问题在这里 那六个小包子怎么来的 它是来自于 六除以四个小包子母细胞 因为经过减速分裂 一个变四个 二N变一N 所以二N的大包子母细胞 跟小包子母细胞 形成一N的大包子 跟一N的小包子 好所以如果今天这题 我回去这题题目我延伸 它不是问你精细胞或软细胞 它是问你当时有多少个 大包子母细胞 跟小包子母细胞 当然会是这样子 六个大包子母细胞 然后六分之四 1.5个小包子母细胞 1.5个小包子母细胞 形成的分裂会变四倍多 变六个小包子 六个小包子再变六个花粉 六个花粉变十二个精细胞 所以这边是十二 写好一点 所以这题答案 这题只问到你精细胞而已 那软呢 六个 中央细胞六个 如果这题往前推 可以问你大小包子 大小包子有几个 也可以再往前推到 大小包子母细胞有几个 好所以有关于植物生活史的流程 你们必须要非常的熟悉 这种题目你才能 顺着往下推 反着往上推 我都推得出来 好以上是这一题 第一题我提